法務部蔡部長在昨天30號有批 執行案李鴻基的執行 在今天下午在台灣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率同法醫法警等等執行下 在法務部矢診署高雄第二監議刑場執行完畢 是今天下午的37分執行 確認死亡是下午的4點01分 已經由檢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完畢完成執行程序 案子法務部收到最高檢察署死刑定驗的檢察資料以後 依行往例先指派參事負責審核全建相關建中 看有沒有提起相關救濟的機會 同時確認追高檢有沒有依照規定查詢有關 死刑受刑人的有沒有再審 非常上訴申請釋憲 還有其他精神狀況等情況 令由本部市長矢密 市長等組成的審核消除 再度的審核在昨天開始開會 審查有沒有任何不應該或不宜執行的狀況 依照審核死刑執行案件的實施要點 我們也先分別向市法院大法官會議 另外台灣高等法院最高檢察署小政機關 查詢相關死刑犯有沒有申請大法官解釋 再審非常上訴心神上司及心理或智能障礙等情況 同時也向總統府查詢看有沒有申請赦免 這些都沒有這種狀況的情況之下 部長才批准執行死刑 對死刑犯的人權保障有作極為周延的保障 那本次的執行死刑呢 主要探索李鴻基 他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 對被害人跟家屬造成的傷害 對社會治安危害的程度 那就李鴻基所設的案件 他所謂的是剝奪他人的生命懷疑的殺人罪 死亡的對象是他的離婚的前妻 跟他的當時未滿六歲的這個孩子 一個是當時是我們戶表裡面有當時98年生 五歲 另外一個呢 六歲的他的大女兒是當時有逃掉 所以本來可能會造成另外第三個的受害 那附件各位可以參考 考量他的手段兇殘 擬滅人性 視人命如草戒 所謂的這個群狀的令人滑止 同時呢 除了被害人無辜生命的喪命以外呢 也造成被害人家屬無可彌補的哀痛 還有天倫悶碎的悲劇 另外一個呢 我們兒童全力公約已經在去年國內法化 那兒童全力公約在本案雖然發生在兒童全力公約 還沒有國內法之前 但是呢 兒童全力公約重視兒童固有的生命權 所以呢 禮犯所謂的情節呢 嚴重危害社會治安 對於公民政治前例國際公約所指的 情節最重大的犯罪 這種情形呢 已經是構成 同時呢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裡面 也明白的指出來說 就綜合他的所謂的情節 跟審判的過程 認為他無教化的可能性 所以為了維護實現社會正義 樹立司法公信力跟誠信 所以部長才會依法執行本件的死刑 在我國的死刑政策方面 目前我們的法律上還有死刑的規定 我們的死刑政策就是 逐步減少死刑的使用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唯一死刑的罪 相對死刑 我們也在檢討盡量的減少 也就是盡量把死刑的規定減少 但是呢 雖然減少 我們要減少死刑的使用 審慎執行死刑 在逐步會指死刑的策略方面 我們是採取 會除所有絕對刑以外呢 檢討相對刑 那同時要嚴謹死刑案件的 偵查跟審判程序 我們要嚴謹的偵查跟審判程序 就精緻的偵查 同時呢 要窮盡所有的救濟途徑 等等措施 還審慎的執行死刑 兼顧社會爭議跟人權的保障 那雖然退逐死刑 各位知道說 可能是國際上進來的趨勢 包括呢 就長期 這個長期要多久 目前沒有固定 就是長期以來要努力的 思考的方向 所以 但是因為有死刑的存在 這個死刑的存在 是跟國家的政治 社會 歷史文化等複雜因素有關 相關的配套措施呢 並不是可以一觸可擊的 這過去我們提過 英國 法國 瑞士 意大利 等等歐盟國家 歷經長久的時間 才能夠達成所謂的 會死死刑的目標 縱然在會死死刑的國家 仍然有回溯不少的 反對力量 反對意見 甚至還有呼籲 恢復死刑的倡議 由於各界對死刑 尤其在我國 對死刑呢 還沒有達到共識 甚至沒有達到大多數的共識 所以呢 法務部在去年 12月呢 依照兩公約 國際審查報告裡面的 專家寫者 國際專家寫者 意見 跟建議呢 我們在去106年12月 有重啟 逐步廢除死刑 研究推動小組 進行在廢除死刑前的 相關配套機制的研議 強化被害人的保護 推動修復式施法 加強人權觀念的先導 跟教育雜根 耳後再逐步的凝聚民意的共識 消滅民意的餘力 同時要在有合理合宜的替代方案之下 才有可能檢討替代死刑的各種方案 那外界對於執行死刑 錯綠有不同的意見跟聲音 但是呢 本部在社會為達成共識 跟修法會守死刑以前 使能夠用最審慎的態度來處理 這也就是依法行政原則之下 這是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的基礎 那也就是我國不變的基本立場 在死刑存會跟執行的議題方面呢 必須考慮到民眾的意見 歷史文化的影響 而不能夠完全漠視時空環境 跟社會正義實現跟它的價值觀 所以在現有法治仍然有死刑制度的前提之下 法務沒有理由貌然的停止執行死刑 否則呢 不但無法獲得多數 應該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也不具有法的正當性 但是呢 本部呢一貫的立場認為說 執行死刑 並不是解決社會治安問題的唯一良方 社會治安的維護要靠社會安全網的建立來落實 這也就是現在政府所要推動的社會安全網的具體的目標